2016年11月4号 加拿大皇家冬季农业展 在多伦多的国家展览馆拉开序幕 这个展览是自1992年以来 最盛大的室内农业及奇述展 这个已经开展了近百年的活动 广受市民的爱戴 去年吸引了30万人次入场 今年活动展出予5000只动物 包括800匹马及数千头牲畜 全部都竞逐皇家冠军 所以它们是开玩笑的 而有很多威士兰威力 但是有很多威士兰威力 有很多威士兰威力 有很多威士兰威力 所以我们是开玩笑的 这次10天的活动会 会有50万万亿的影响 所以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生育章节目 我们很感兴奋在这里 当人们从世界各地的比较竞争 这周天的第一个生育章节目 这周团队的第一个生育章节目 所以这周团队将会是很感兴趣的节目 值得一提的是 皇家马展上 来自加拿大及国际的骑士和马匹云集一堂 竞逐各项国际奖项 老师带着来Fail Trip的 还挺好玩的嘛 然后比较期待他的那个马术 来看一下这么多一些 那些那个小家储动 我觉得比较有意义 因为学习压力也比较大 然后老师带出来Fail Trip 可以放松一下自己吧 我来看大小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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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跳舞 我认为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她学习以为很多检测的想法 好感到有点滑 你感到有趣吗 是的 黄家冬季农业展览 选于十一月四日至十三日举行 适合不同口味的人士观赏及参加 展览还设有大片的手工艺品展区 包括家庭用品 农作物美食等 应有尽有 乐趣无穷 这是加拿大网络电视记者 发自活动现场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